欢迎来到我们的澳洲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个热门话题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联合国大会最近投票支持一项决议 赞成巴勒斯坦申请成为联合国的全面成员国 这一决议呼吁联合国安理会授予巴勒斯坦国家完全成员资格 同时提高其目前观察员地位 赋予新的权利和特权 接下来,我们转到体育领域 英格兰版球队的传奇选手吉米 安德森即将在今年夏天结束他的测试赛生涯 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最后,我们来谈谈娱乐圈的新闻 泰勒·斯威夫特以其独特的街头风格在2024年大放异彩 他的时尚选择一直是粉丝和时尚爱好者热烈讨论的话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最近的一系列国际事件中 联合国大会对巴勒斯坦的命运做出了重大决定 而英格兰版球界的传奇人物吉米·安德森 Jimmy Anderson也宣布了他的退役计划 这些事件在全球引起了广泛关注 展现了国际政治和体育世界中的变迁与发展 卫报报道,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投票支持巴勒斯坦 全面加入联合国的提案 这一决议呼吁联合国安理会授予巴勒斯坦国家完全成员资格 并增加其目前观察员身份的新权利和特权 投票结果为143票赞成 9票反对 25票弃权 在投票前 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吉拉德·埃尔丹·Gillard Erden 对该决议及其支持者进行了谴责 而巴勒斯坦代表里亚德·曼苏尔 Riat Mansour 则强调了加沙地带持续的人道主义危机 英国在这次投票中选择了弃权 而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则投了反对票 该决议授予巴勒斯坦代表团 在联合国大会中与其他国家一起作息的权利 提出提案和修正案 被选举为官方职位 以及代表国家集团发表声明 但并未授予巴勒斯坦投票权或有权竞选 安理会成员国 在体育界 《卫报》还报道了 英格兰版球队的快速投手吉米·安德森 即将在夏季结束后退役的消息 安德森即将在2026年迎来43岁生日 届时英格兰将与澳大利亚争夺阿什斯斯杯 在英格兰队对印度的最后一场测试赛后 主教练布兰登·麦卡勒姆 Brandon McCallum 称赞安德森是球队的宝贵资源 据报道 麦卡勒姆和斯托克斯·Stokes 已经决定英格兰队超级积极 自由奔放的打法需要改进 并且需要更多的快速投手 多伦多星报对联合国给予巴勒斯坦 历史性新地位的决定进行了详细解读 巴勒斯坦在联合国的地位被提升为完全成员国 尽管缺少投票权 以色列的联合国大使对此高度批评 他在大会上愤怒地发言称 这一决定让联合国向现代纳粹敞开了大门 143个国家投票支持这一决议 9个国家反对 25个国家弃权 这一决议允许巴勒斯坦代表与成员国合作和辩论 其国旗也将在联合国建筑物上升起 此外 决议还呼吁安理会 重新考虑拒绝巴勒斯坦完全联合国成员资格的决定 这些报道不仅展现了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大变化 也反映了体育界的传奇人物 如何在职业生涯的黄昏做出重要决定 无论是在国际政治还是体育竞技领域 这些变化和决策都将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在国际舞台上 音乐 政治 和科技的纠葛揭示了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 其中每个事件都不仅仅是本身 而是背后深层次的文化 政治和经济动力的体现 从以色列在欧洲歌唱大赛 Eurovision中的争议性参与 到澳大利亚在联合国 对巴勒斯坦全面会员国地位的支持 再到十国 包括日本和美国在内的 跨境个人数据传输的新框架 这些事件彼此独立 却又相互关联 揭示了全球化时代的复杂性和挑战 Telegraph报道了 以色列在欧洲歌唱大赛中的 参与所引发的争议和危险 这个在瑞典马尔默举行的比赛 因为以色列的参与 而被抗议和争议所困扰 成千上万的亲巴勒斯坦抗议者 聚集在街头 点燃了代表巴勒斯坦旗帜颜色的烟雾罐 甚至封锁了连接马尔默和哥本哈根的厄勒桥 以色列选手Eden Golan面对虚声和敌意 比赛期间不得不被限制在酒店房间 这些抗议反映了加沙人道主义状况恶化和平民死亡的响应 以色列与欧洲歌唱大赛的关系一直复杂 其参与一直是争议的话题 尽管该国曾四次赢得比赛 但许多人质疑其作为非欧洲国家的参与资格 马尔默的抗议活动凸显了围绕以色列 巴勒斯坦冲突的政治分歧和紧张局势加深 在另一方面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报道了 澳大利亚在联合国对巴勒斯坦全面会员国地位推动中的赞成投票 联合国大会以143票赞成 9票反对的结果支持巴勒斯坦作为合格会员国的认可 这一投票被视为对未来巴勒斯坦国家地位的事实上的支持 然而这一提议可能会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15个成员 也必须支持巴勒斯坦国家地位 才能成为全面成员的要求上遇到障碍 美国此前在4月份使用了其否决权 澳大利亚在周五的投票中选择了赞成 其联合国大使表示澳大利亚欢迎对两国方案的坚定支持 科技方面 Nikki Asia报道了 10个国家和地区 包括日本、美国、韩国和英国 即将建立一个跨境个人数据传输的安全框架 这个新框架将建立关于个人数据收集和存储的共同规则 允许符合安全要求的公司绕过当前程序 其目的是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 同时强调安全性 这个框架及亚太经合组织跨境隐私规则将被改革 以包括非亚太经合组织国家 这三个看似不相关的事件 实际上揭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 文化、政治和科技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从以色列在欧洲歌唱大赛的参与引发的政治争议 到澳大利亚在联合国支持巴勒斯坦的决定 再到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数据传输问题 每一个事件都反映了当今世界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这些事件不仅仅是新闻故事 它们也是全球化时代挑战和机遇的缩影 在墨西哥遥远的巴哈加州 三位热爱自然的冲浪者遇害的消息震惊了他们的亲朋好友 The Independent报道 这三位来自南加州的冲浪者 并非如某些声音所指的那样鲁莽 他们只是与世界各地的冲浪者一样 被这块冲浪圣地所吸引 卡勒姆、罗宾森、Kallum Robinson 和他的弟弟杰克、罗宾森、Jake Robinson 以及他们的朋友卡特、罗德、Carter Road 在一次冲浪旅行中遭到了车贼的枪杀 卡勒姆、33岁 生活在圣地雅各与他的朋友和邻居卡拉、Kara表示 这三位冲浪者所做的与众多冲浪爱好者多年来的行为无异 而在时尚界 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的街头风格在2024年持续引领风骚 Yahoo US提供了一系列泰勒最吸引人的造型 从Kochella英勒节到超级晚 泰勒的时尚选择让粉丝们争相模仿 其中包括来自Popflex的淡紫色短裙 Hallera的黑色迷你裙 以及Monts的黄色比基尼 泰勒还穿过Reformation的学院风乐服鞋 经典的Adidas运动鞋 以及Area的水晶香边牛仔裤 虽然泰勒的一些时尚选择价格不非 但他也选择了一些更为平价的单品 比如由Shirtax出品成为网络热点的钻石图案丝袜 以及Little Eyes的评价天鹅绒连衣裙 粉丝们一直热切关注泰勒的时尚选择 本文为大家提供了2024年迄今为止 他最好看的造型回顾 另一边乡 自然界的无情面貌再次展现在 Associated Press的报道中 在由他周延湖城外的瓦萨奇山脉 两名贝国滑雪者在一场雪崩中丧生 这场雪崩发生在一场暴风雪过后 当时三名攀登者正在一座山脊上攀登 不幸地触发了雪崩 其中一人设法自救并报警 而另外两人则被卷入雪崩中并被埋葬 存活的受害者在当天被救出 但由于天气条件恶劣 其他两位攀登者的遗体未能立即被寻获 这些故事 无论是发生在遥远的冲浪圣地 还是在时尚的街头亦或是在冰雪覆盖的山脊 都提醒我们生活的多面性和无常性 从对自然的热爱到追求时尚的热情 再到与自然灾害的搏斗 每一个故事都是对人类性格和精神的探索 在这些故事中 我们看到了勇气、悲剧、美丽与时尚的交织 提醒我们珍惜每一刻 并在逆境中寻找希望和力量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